今天是远距教学的第一次 那我们可能比较适应一下 因为这个coronavirus 所以没有办法上课 那清大准备了一台电脑 我们就来试试看 今天是十五讲 我还是像以往一样 每五十分钟下课一次 所以剪接的时候 可能也是以五十分钟 作为一个段落 十五讲是讲百年来家庭的改变 因为我们一开始说 经济学的分析 有两个基本单位 第一个就是消费 消费的基本单位就是家庭 第二个就是厂商 厂商的基本单位 对不起 生产 生产的基本单位就是厂商 然后这个厂商呢 可以专业做生产 家庭 它有一部分生产 有一部分是消费 可是这样的情况 在近也许百年 也许两百年 就逐渐有一些改变 那我们看一看 你有哪一些改变 一点一点来讲 这些改变是重要的 因为你知道这些改变 才能够正确了解 为什么你会看到 许许多多 你平常已经熟悉的现象 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 是有它的意义 第一个重大的改变 就是生育的改变 那我们在人口学 经济学上面 常讲到一个观念 叫做人口转型 所谓人口转型 就是大约两百年前开始 差不多工业革命 类似那个时候 两百多年 两百年前开始 死亡率开始逐渐下降 然后出生率开始逐渐下降 所以你要记清楚 永远是死亡率先下降 出生率接着下降 所以是死亡率下降 先于出生率下降 这样子的现象 叫做人口转型 从两百年前 大概一直持续到 一百年前 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子 死亡率逐渐的下降 然后出生率也开始逐渐的下降 这两件事情合起来 叫做人口转型 那人口转型之后 就产生一个叫做 quantity quality推倒 也就是从原来生很多小孩 每一个父母亲生很多小孩 变成每一个父母亲 生很少数的小孩 比如说像我这一辈 我的兄弟姐妹 连我自己有五个 那其他的亲戚朋友之间 同辈的也是生四五个 五六个七八个都有 所以每一个家庭的父母亲 都生很多很多小孩 所以当年是重量的 拼命生拼命生 现在呢不是 现在年轻人的学生这一辈 你们的兄弟姐妹 连包括你自己合起来 很可能就是两个 比如说一个 所以从生很多 变成生很少 什么叫quantity 那就是quantity 生很多变成很少 什么叫quality呢 就是原来生五六个小孩 其实也许都在农村帮忙 并不太着重这个孩子的 往后quality 现在呢就着重他的quality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要年轻大了 要年教大了 要年台大医科了 要年硕士了 要年博士了等等 就不断地提升 这个孩子的品质 那我们刚才不断强调说 人口转型死亡率下降 先于出生率的下降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当年死亡率很高 尤其婴儿死亡率很高的时候 也就是两百多年前 父母亲必须要生很多 也许生五六个 最后也许才只有一两个 所以当年的卫生环境不好 死亡率很高 你必须要生很多 才能够存活足够的小孩 现在不是了 现在婴儿死亡率 变得非常非常低 所以你不必生四五个 才会存活一两个 你如果生了四五个 可能就存活四五个 这样就很累 父母亲将来就非常非常累 尤其你每一个孩子 都要提升他的quality 就不可能 你要供养这么多小孩子 练大学 练尤其是私立学校 就非常辛苦 所以呢 因为你不需要生那么多 因为死亡率下降 所以你不需要生那么多 所以你生一两个就好了 那你生一两个就有足够的余力 去提升小孩子的quality 就叫做quantity quality 推倒 那这个quality就反映在父母亲 对于子女的投资 尤其是教育投资上面 或者是反映在父母亲给子女的遗产方面 如果你有七八个小孩 你要给遗产 就会分得非常索性 那如果你只有一两个小孩 或者一个小孩 那你分遗产 要给留给子女遗产 就非常方便 这就是quantity quality 推到这是近一两百年来生育最大的改变 刚才讲的人口转型是在欧洲开始的 因为那个地方科技发展的最早 工业革命也最早 所以他们就慢慢的控制了流行病 传染病 然后就能够降低死亡率 那在欧洲发先做了人口转型 然后等到像日本是接受这个工业革命 现代科技最快的国家 所以他们也就接收了这个人口转型 台湾是一开始是被殖民 所以慢慢慢慢也就接收了这个强权国家的人口转型 也就是死亡率下降 出生率下降 但是在西欧 他们死亡率下降是缓慢的 因为你需要靠这个疾病的压抑疾病 一个一个突破 你突破了黑死 你突破了牛肉等等 就是这些疾病 那个 就是重牛痘的方法 突破了这些一个一个的疾病的压抑 你才能够死亡率逐步下降 可是对于后进国家像台湾 我们是一次就接收了 人家已经累积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死亡率下降 所以我们的面对死亡率下降面对非常快 因为这个死亡率下降非常快 所以我们的出生率下降也就非常快 所以台湾或者是任何后进的国家 比起欧洲 我们的死亡率下降很快 出生率下降也很快 所以我们完成人口转型的时间非常短 那欧洲像法国完成人口转型 说就是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变成低死亡率低出生率 法国可能要花上一两百年 两百年的时间 但是像台湾就非常快 几十年的时间 大概从二次大战之后 我们的死亡率出生率就很快的 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变成低死亡率低出生率 好这是西方和东方国家人口转型形态的不同 因为生率率的改变 所以家庭环境也就改变了 以前我们常看到的是大家庭 三代四代同堂都有 所以家庭怎么改变呢 从以前的大家庭 就是兄弟姐妹 没有的就是在姐妹嫁人前都住在一起 那兄弟就有嫂嫂 嫂嫂之间也住在一起 堂兄弟姐妹也住在一起 然后当然包括年老的父母亲 所以这叫做extended family 是一个非常大的家庭 后来等到出生率死亡率都下降 孩子少了 然后都市也发展了 所以他们出去自谋深入的机会就多了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就不会再有这么样的大家庭 那大家庭就逐渐变成了这种核心家庭 Stand family Stand family大概就是三代同堂了不起 祖父 父亲 儿子 这样子三代同堂 从这个南海这边来看的话 然后到了晚静 像台湾现在绝大多数的家庭 祖父母可能已经不再 不再跟这个中年壮年的父亲同住了 他们自己形成家庭 或者他们去住养老院 所以只有父母亲和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子女住在一起 这叫做核心家庭 Nuclear family 所以从extended family到stem family 叫nuclear family 这是近代一两百年家庭组成的改变 配合了这个家庭组成的改变 父母亲怎么住呢 他的方式也是改变了 以前根本就住在一起 后来就不适 因为市场分工越来越密 所以很多的子女通通出去工作 那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在外面工作 父母亲怎么办呢 怎么照顾呢 也许是长子跟父母亲同住 也许是不同的子女跟父母亲轮住 那这个事情在现在还存在 就是有一些的父母亲不是自己住老年的父母亲 虽然自己结婚之后还是有 好像在不同子女之间游牧一样 在跟他们轮住 那到了再晚一点 这个轮住也不盛行了 因为也许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 个人主义越来越胜 所以父母亲的 跟子女住 子女觉得是负担 那近年呢 就越来越是父母亲自己住 自己住养老院 甚至有一点自身自灭 所以这是环境的一个大的改变 早年的时候为什么要同住 因为主父母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即使在工业革命的初期 市场化的初期 年长的父母亲 壮年的父母亲出去工作的时候 子女 幼年的子女 谁来照顾呢 通常是祖父母来照顾 那这个照顾必须要住在一起才有可能 现在不是了 现在的随着这个市场的分工的扩大 专业的保姆啊 有育婴中心啊 有科后班啊等等 所以大的分工 大的像科后班育婴中心 这算是一种专业的分工 就取代了家庭之内的小的分工 因为这个大分工取代了小分工 所以主父母的角色就不重要 反正外面可以找托儿所 干嘛一定要爸妈妈去照顾 因为爸妈照顾总有一些 他们管这个管那个啦等等 所以壮年的父母亲不喜欢被管来管去 就宁愿诉诸于市场的大分工 去找一个保姆 专业的保姆 去取代父母亲的角色 所以刚才讲的主父母的角色 原来是帮助照顾孙子女的 所以什么就是帮助照顾孙子女的 这是一个家庭之内的跨代分工 父母亲 壮年的父母亲 专心出去赚钱 以前是采集狩猎了 现在呢是专心出去赚钱 那年长的主父母就在家里面 帮忙照顾孙子女 则是一个跨代的分工 但等到市场扩大之后 这个跨代分工 也许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 变成了跨世代分工 也就是年轻那一辈 壮年那一辈 统统在市场上工作 那么 年长的那一辈 他已经不再有角色了 他也许是包助工包助婆 他不需要 就是壮年的父母亲 也不再需要这个 老一辈的世代来帮他照顾子女 他老一辈的世代 可能就靠到年金过副 所以在家庭 小小的家庭内的跨代分工 就变成也许整个大市场 跨世代有不同的角色 所以父父母的角色就改变了 这些人顺便可以提一下的 就是孝顺怎么来的 当我们说父母亲在外面 打拼 赚钱 采集狩猎 那主父母在家里面照顾子女的时候 看起来像是一个交换 就是壮年的父母亲在外面 在外面采集狩猎回来把食物给主父母吃 那主父母呢就帮他照顾子女 好像是主父母帮父母亲照顾子女 用来交换父母亲在外面采集狩猎 取得的食物 或者也是一样壮年 父母亲在外面赚的钱 回来用这些钱去供养父母 像是一个交换 可是这个情况 跟孝顺是有一点差别的 孝顺是纯粹是利他的 就是你去孝顺父母亲 并不是因为他帮你照顾子女 然后你给他交换 施舍他一点食物 不是的 你是真心的想要照顾他们 那就是孝顺 孝顺是比较像是利他的 那照顾的角色比较像是交换 为什么会产生孝顺 其实是一个不太能够完全解决的 解释的事情 我记得孟子 其中有一段他的解释是这样 为什么会孝顺呢 一部分是在早年洞穴居住的时候 父母亲其实已经不太有能力照顾子女 等他们衰落之后 他们就死亡 然后子女看到父母亲的骨骸死亡之后 被野生动物拿去啃食 非常不忍心 所以就慢慢慢慢希望能够保护父母亲 他说这是孝顺的原始 广义而言孝顺算是一个长期的年和计 就是说壮年和壮年的父母和祖父母之间如果只是交换 利益取向太大就不够年和 如果有一个孝顺的文化使得他们的年和比较长久比较好的话 那就能够使得祖父母和父母之间的分工更顺遂 他们出去采集手链的时候 那有一个祖父母帮他们照顾子女就更 其实就像这个交换契约更圆首一样 这是早年可能孝顺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可是近代呢也是一样 刚刚说近代呢就是社会的大分工取代了家庭的小分工 那因此不再需要父母亲照顾子女 在社会上也找不到 同样的父母亲也不再 不再那么依赖子女对他的孝顺 取得他晚年的照顾 现在有很多的社会保险 比如说我们的全民健保 我们的全民健保也许使用的人大部分是年老的父母亲 年老的祖父母 壮年人年轻人比较少需要健保 因为他身体强壮 所以什么叫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像是一个社会保险 那个社会保险就取代了家庭的小分工 那个大分工就取代了家庭的小分工 所以这也是一种叫近百年来家庭的改变 好除了刚才讲的这个生育啊 主父母的角色之外 另外一个大家常看到的就是 家庭分工的改变 早年呢大概是男外女内 绝大多数的人类学的文献都呈现这个事情 男生做一些粗重的狩猎工作 比如说猎取大大型的动物 大概女生不太做 女生可能做一些采集了 仿织了煮饭了等等 这样的工作 或者有外面的人或者是族 族类想要来攻击的时候 通常的男生做这个防御 因为他们的体型比较大 那这是一个家庭内的分工 可是现在也不是这样子 现在不太有几个男生需要在家外面守护 防止外人入侵 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分工 做这个事情的人叫做警察 或者叫做军队 他们是专业的抵御外人 因为有了这个社会分工 所以呢 家庭里面的分工就不需要 另外一方面 也许个人主义啊 个人的平权的观念慢慢提升 所以外面的机会变多了 以前外面不需要工厂的工人 现在需要工厂的工人 所以早年不但女性开始参与外面工厂 连同工都出现了 所以工业革命之后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就上升了 很多人在外面做工 那因此原来 原来是一个家庭内的分工 男主外了女主内了 男生去做狩猎了女生做采集等等 现在不是的 现在不是的 现在男生女生都在外面分工 但是原本家庭分工的这个习惯 并没有在社会分工环境改变之后 而跟着改变 所以很多的妇女就比较辛苦 她除了在外面工作跟男生一样 大家都做工员 大家都在工厂 大家都是在公司受雇 但是女生呢 因为她已经 我们几千年来演化 女生是在做烧饭的采集 所以这个坏习惯 还是背在女性的身上 所以她即使外面的参与 劳动参与增加了 她回家之后 还是要忙着洗碗 戴小孩等等 所以这些事情 虽然社会分工和家庭分工改变了 但这些事情在短期内 可能并不会完全的改变 好 除了家庭分工之外 还有子女的歧视 绝大多数的早年的历史 都有一个证据 就是很多的绝大多数的读群 都是重男轻女 有些地方甚至有长子继承权 像台湾也有俗话说 嫁出去的女儿是拖出去的手 那大部分是男生去承绩 那个父母亲留下来的遗产啊 或者等等 那为什么土地啊 会给那个男孩或者是长男 一部分的文献解释是说 早年土地要给那个边际报酬最高的孩子 因为当年的土地是用来种田的 在农业社会 土地就只有种田 那谁最能够种田呢 体力好的 通常男性高大强壮 利息大 所以他比较能够种田 所以他的边际报酬是最高的 那边际报酬最高的孩子得到土地 这就是男性得到土地 那这样子当然变成重男性 好像女性就分不到土地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土地不是只能种田 也就无所谓土地需要给男性 这件事情 那现在的如果你要把土地做最好的利用 有非常多的专业投资人 你要把钱做最好的利用 有银行有理专 所以你不需要给一个 在家庭里面找一个分工 找一个人最会投资 把钱给他 不是这样的 有一个社会的分工 取代了家庭的分工 在台湾早年的时候 证据显示 如果是长女 你的受教育的年数最低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重男轻女的情况之下 家庭的收入也不够 如果小孩子要念书 要念大学 通常爸爸妈妈赚钱还不够 所以长女最可怜 她早早就需要辍学出去工作 她赚的钱是帮助父母亲 和帮助弟弟妹妹 尤其是弟弟去念大学 念高中 所以这是长女最辛苦的时候 可是现在 这个环境也慢慢改变了 现在有一种 一些国民教育 一开始六年 后来变九年 后来变十二年 所以念书 不需要父母亲 去张罗钱 国家出了大部分的钱 所以国民教育呢 和大部分的公立学校 都算是一个社会分工 那个社会把家庭原来自己去张罗 谁不要念书 谁去赚钱 谁帮助谁去念书 这个分工 这个体系把它改变了 而且现在大部分家庭 只有一两个小孩 那如果只有一两个小孩 需要谁赚钱去帮其他小孩 念书这个必要性就减少了 比如说只有一个小孩 你怎么个歧视法 你没办法歧视了 这件事情最明显 就是在中国大陆 执行的一胎化 中国大陆的一胎化 大概是1978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开始呢 就强制生一个小孩 那 除了这个 少数民族之外 所以 维族 新疆的 就是维吾尔族 他们可以生超过一个小孩 其他的地方 尤其是都市里 强制的一胎化 那不管你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那你如果生了一个 就不准再生了 这个政策超过了最近几年才结束 当然它有一些执行的不彻底 但基本上它还是 它是一个极权国家 它是蛮厉害的 有一些文献显示 蛮多的父母亲 他生了一个女孩之后 他还想再生 但是不准他生 他就偷偷的怀孕 那偷偷怀孕 有时候就会被发现 所以我看过最残酷的文献 是在都市地区 这个街道 他们叫做街道委员会 就像是我们的里长一样 街道委员会可以恶劣到 把那一个街道 所有的女性的月经时间 记在一张表图上面 贴在相口 贴在那个街道的接口 那因此它用那个方法去强制检查 那个女性 她是不是有初度怀孕 如果初度怀孕的话 那个月经时间就不对 所以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那也有一些地区呢 她生了 假设生了一个女孩 她就把她送到乡间 托给她的某一个亲戚去寄养 因为乡间强制执行一贪化的政策 没有那么严厉 所以她透过这个方法去做一个改变 到了最近几年终于把它终于结束了 这是早年的中国大陆遗胎化的情况 这边要讲的子女歧视 就是有一些研究显示 原来有子女歧视 现在如果你强制遗胎化 你只有一个女孩 和另外一家她只有一个男孩 那这个父母亲对于 对于那个女孩的投资 另外一个父母亲 对于那个唯一一胎的男孩的投资 有什么差别呢 后来就发现 子女之间歧视 一定要多个小孩子 那么执行 如果一男一女 那对那个男的比较好 对那个女的比较差 如果一男两女 也是对那个男的比较好 对那个两个女孩比较差 但如果只有一个女孩 那么父母亲对这个女孩 并不会 那个对于那个独生男孩的 要比较差 所以独生女孩和独生男孩 是同等待遇的 甚至呢 资料显示 就是独生女孩 父母亲可能对她 比那个独生男孩 比较好 更要好 也许女孩可爱一点 比较贴心一点 所以 这也是一个大的改变 早年的重男轻女 是一个家庭内 为了资源报酬 比如说土地报酬 而呈现出来的情况 但等到了有一个大的国家 或者社会政策 强制惯行下来的时候 就不太有执行 是一个家庭里面 子女其事的空间 那是两个人 是一个家庭里面 余伴 这有什么银, 他在这个家庭里面 是这个家庭里面